15分钟之内 清空持股 记得订阅Devitt频道 我们正式开始 全国的特别人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最前线 我是Devitt 来全国好朋友们今天是 5月11日 现在时间 11点40分 对 两个多小时前 Devitt在今天早上一开盘 Devitt直接动作 就像我昨天讲的 昨天节目上Devitt说过说如果台北股市只剩金融股拉盘 船船股很强 而电子股持续走弱 那有很高的可能性 台北股市真的要修正 话不多说 来请看Devitt今天的第一张字卡 Devitt今天最重要的动作就是这个 今天5月11日 盘前 Devitt先讲清楚 美股 费半 重挫 台北股市电子股首 当其冲 上周二的低点台北股市16647 很有可能会破 极可能不保 所以按照讯息暂时收回资金 你有钱回头 才有机会减便宜 这Devitt今天要做的动作 早上8点多 我先跟会议朋友们讲清楚 9点钟一开盘 Devitt开始发口讯 15分钟之内 把会议朋友你手中所有的持股 全部清空 一张都不留 一张都不留 你说老师 早上开盘的跌5% 对呀 不卖收盘跌停怎么办 这Devitt跟你讲说 如果台北股市 真的出现这种指数性的风险 我先简单分享一下 什么叫指数性的风险 个股有个股的逻辑 今天什么股票的基本面特别好 它涨势特别强 尤其在多头格局 一年可以涨好几倍 这不意外 你也赚过 对不对 艾普啊 金星科啊 什么都赚过 那 相关的股票 在多头的格局面 这都没问题 但是 如果加权指数 或者整个电子类股的指数 是全面性的回档 那问题比较麻烦 因为不管你买什么 都会跌 来话不多说 为什么Devitt今天用这么 这两天用这么 比较 多的 关于大盘的行情跟你讲 其实Devitt常常讲 你有订阅我的频道 我讲过很多次 我平常不太讲大盘的 有重要的地方在跟你分享 来 请看我的电脑 Devitt指的是什么 我说台北股市 这一波强的股票 金融 金融指数很强啊 对不对 好再来 传产指数 很强啊 但有一个族群特别弱 不是加权 是电子类股 来观众朋友们自己看 台北股市昨天这根黑黑 我在节目上不是跟你讲 我说这个要小心 万一 台北股市的电子股无法启动 台北股市的前高是不会过的 今天一根长黑直接灌破 有没有 这一根是上个星期 5月4号 我说这一波会搞好买点在这里 但是 礼拜五很漂亮喔 Devitt讲对了 嗯 礼拜一这一根就不对了 所以Devitt在昨天花很多时间跟你讲这件事 我说很有可能电子股会破 那电子股一破啊 你会连带领想到一个东西啊 加权指数 有没有 所以加权指数今天的低点很接近Devitt早盘预判的16647上周二的波段低点 如果这个低点再破 那不用多说 短线台北股市的回档不会太少 我讲慢一点各位听清楚一点 我说如果台北股市 以今天电子股的沙盘的方式 台北股市还没有跌完 所以你今天一开盘一定要先卖一趟 早上 我举几个例子 来观众们看我的电脑 你说老师股票很强 对呀我知道股票很强 早上十全很强对不对 现在是不是跌停了 你开盘在这里 随便卖都是六几块 现在收盘57块 还没收盘现在11点45分 观众朋友们自己看数字还在跳 现在11点45分 早上是不是要卖一趟 早上是不是要卖一趟 甚至老师那个ABF载板你不是说很不错 3037 然后你们看欣欣 很强啊早上还在平盘 你看 撤下去有看到没有 这就是David刚给你讲的 我今天早上做这个动作很关键原因在于 David做很对股票市场的研判是很谨慎的 我说真的有问题我一定会明确的告诉你 跑 卖光 清空 一张不留 甚至David不是只有 发发会员抠讯 15分钟之内清空持股 我早上9点钟就发开始卖了 所以我总共卖了好几笔 分批卖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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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15分钟才把股票卖光 当然 你有订阅David频道朋友们 David频道下方不是有个 那个 Telegram吗 TG吗 我今天早上9点20几分 有加入David的TG的朋友们 Telegram 你都收到这个 我再提醒你今天会破 叫你先卖一趟 你有加入David老师节目这边 LINE AT生活圈的朋友 David难得偶尔会在盘中发讯骚扰你 就今天 早上9点半就发讯骚扰你 股票先卖一趟 台北股市今天会中错 而且这一根会很大根 现在离收盘还有一个多小时 现在是盘中11点多快12点 台北股市上星期二 16647 目前 还没有破 但David先讲明 这个破的机会 很高 所以你看完今天的节目 有一些股票你该调节的 还是要买它 当然有人说老师那传产股 还蛮强的 对不对 比方说1440的南方今天创新高 好朋友们 当电子股真的走弱的时候 是会把 其他的股票 给脱下水 我在讲一次 当台北股市的电子股 真的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现象 确实走弱了 它往 新低的地方去测试的时候 它会把 现阶段你看到比较强的 传产金融 会一起 一并拖下水 所以David今天结论 讲得很清楚 你也明白 好朋友们记得 包括全国订阅David频道的朋友们 台北股市我们从去年3月做到现在 这一次特别特别提醒你 绝大部分的股票 尽可能的收回资金 过几天 你会有很好的机会 来减一次便宜 剩下的 David明天再说 因为行情刚回档 或许这个幅度可能比你想象还大一些些 如果真的出现这个现象你越早卖 越早卖 对各位来讲 你会越轻松 股票涨 你尽可能赚 但股票真的市场要修正了 为明白的告诉 该卖一趟 开盘就卖一卖 不用客气 就像买股票 明知道这个会涨停 当然开盘就可以卖了 明知道这个会跌停 一开盘 就可以先卖一趟 逻辑是一样的 当然 那过去这几天因为台北股市电子股走弱 这个行情对很多人来讲 不胜满意 我知道 但无论如何 该做的 该调整的 一定要做 一个多头可以让你赚这么多倍 他修正的时候 也绝对不会太客气 与您做分享 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次感谢各位记得 David的TG Telegram 或者 来的生活圈 你不是我的会员 你至少要加这个 好不好 David早上9点一开盘 请大家先卖一趟 9点半赶快把这个讯息 放在我们的 LINE跟Telegram上面 所有有加入的朋友们 你都有看到 David提醒你先走一趟 希望可以帮得到各位 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至于台北股市 什么时候可以买 请每天锁定 David的频道 咱们明天见 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效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紧提供参考 投资人独立判断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华冠头骨104年金管头骨新资地009号